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 他奶奶的牛肉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我並沒有講髒話 招牌就是這樣寫的 就離這個阿張的店非常的近 但是他價錢非常便宜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價錢的話 青燉牛肉麵130 紅湯牛肉麵130 算蠻平時的價錢 但是價錢真的是超便宜 這個有點不可思議 他奶奶的牛肉麵 謝謝你好 那我就要一個紅湯牛肉麵 請稍等我一下下 好的 那我要細麵 細麵 細麵 對謝謝 那請問小菜有什麼小菜阿 小菜今天有乾絲杏鮑菇 小黃瓜 泡菜還有糯米 那我要杏鮑菇 一份多少 一份四十 好那我要杏鮑菇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貴店是新開的店家嗎 對 我們新開的 好謝謝 好那內用的話 這邊就是有牛油 辣椒醬 醋還有酸菜 好用餐具就是這幾桌 好現在這個牛麵就好了 可以看到裡面還有放紅蘿蔔 先喝喝看湯頭 這應該是微辣的 還ok阿 一百三十塊這樣算是不錯 微微的啦 然後還有這個蔬菜跟牛骨的甜味 好但是牛骨湯的味道 稍微比較沒那麼明顯 好算是中規中矩的表現 那加分數我覺得是85分 好再加上它的佐料看看 好那佐料都加好了 那現在就試試看 加了辣油牛 辣椒牛油跟酸菜 看看這個加了酸菜 是不是和呂小姐的心意 好酸菜很香 好加下去就稍微有點這個老冰牛肉麵的感覺 好酸菜很香 好加下去就稍微有點這個老冰牛肉麵的感覺 好一百三醬口味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那種外食是紅燒牛肉麵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現在牛肉漲價很多 這樣一百三還看得到牛肉 算是蠻良心啊 嗯不錯 好那我覺得總分是90分 但是加了佐料之後 剛才出的時候是中規中矩的這樣 好看個人需求啦 如果說你要這個 吃到那種感覺很精緻的牛麵 可能還是要兩百起跳的 這個就是 可以讓你覺得吃還算是有個水準的牛麵 還不錯 好該有都有 然後這個也不會說不好吃這樣 好等於又是這個月底的好朋友 那種系列的 通常看了 你看這個禮物 通常看 Luigi 這個有點奇妙了 然後不同的肉 說人家吃 Конечно 好多每年都吃 現在怎麼煮的 現在牛肉麵很恐怖啊 這個零叉叉已經漲到300了 真的是他奶奶的啊 的牛肉麵不錯 這個牛肉麵M少可能會喜歡 因為他比較喜歡這種清爽型的牛麵 剛剛他現在又食量不會很大 他湯頭帶著微微的甜味 蠻適合女孩子吃的 好,不錯喔 好,牛肉真的還給的蠻多塊的喔 好,不錯 值得讚賞 好,再來這個是我點的辛鮑菇 現在吃吃看 好,目前吃到很好吃的辛鮑菇 不是那個斜對面的啊 那個立赫涼麵 它冰過很清爽 清爽的調味 然後冰冰涼涼的 小菜這樣做還蠻棒的 應該還有拌一點香油吧 或者是沙拉油 然後應該還有一點胡椒粉 白胡椒粉 好,個人覺得不錯喔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好,剛剛的牛肉麵我覺得是90分 我不知道我講過了沒 再講一遍 好,那辛鮑菇也是90分 不錯 算是便宜大碗 好,最後是這個綜合滷菜喔 先來吃看看 店家說要加一點辣椒才會比較好吃 嗯 算是中規中絕 我還偷偷加一點牛油 喔,辣椒的確蠻辣的喔 打一個噴嚏 嗯,好吃 嗯 那我看個人啦 就是 算是家常型的這種感覺 好,覺得過關啦 可以來吃吃看 算是這個省荷包的店家 嗯,不要點太多也不會超過200 修啦 好,但是你不要跟什麼天下三角 還是什麼很高檔牛麵 那是不能夠比的 不一樣 好,這家也附一大壺冰紅茶 你看看 好,現在真是花招百出啦 有的是給冰豆漿無限喝 有的是有豆花 那這家是冰紅茶 我看烘茶好喝耶 不甜還蠻有味道的 這個我會喝兩三杯 不錯 好,粗飯還蠻乾淨的 好,那這個就是他奶奶的牛肉麵 還不錯 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上一塊 掰掰